本地目前有大约77家的蔬菜农场 但是根据2019年的统计 这些蔬菜农场所生产的绿叶蔬菜 仅占到本地市场供应量的40%左右 而人力成本的是农场提高生产量 所面对的主要难题 这一集的餐桌背后 我们在您走进一家历史悠久的蔬菜农场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如何应对时代的变化 在坚持传统种植法的同时 引进科技来提高产量 这一家位于双西登亚路的国华科艺农场 打从45年前开始就为国人供应蔬菜 这里主要种植本地人爱吃的 芥兰 菠菜 豆苗等亚洲蔬菜 我们会种植这些菜是因为有需求的关系 发展至今农场经营已经交到第三代的手中 农场是由第二代接班人黄国华的父亲 黄雀老先生所创立的 黄雀自幼在农场里长大 随后便跟随父亲的脚步开辟自己的菜园 后来黄雀年事已高 便把公司交由四个儿子打理 一公顷的菜园渐渐发展成今天占地约十公顷大的规模 农场创立初期以种植芥兰为主 从播种到收割 早年都是依靠人力进行 虽然菜园现在主要还是采用土壤来耕种蔬菜 但为了与时并进 他们也逐步引进科技 如使用播种机和包菜机以提高生产力 因为这两个作业比较繁琐 所以免去人力之后 我们的作业变得比较轻松一点 农场以托盘种植幼苗 在播种的过程中 他们采用了一种特制托盘 使用播种机在凹洞里填满种子后 放进苗圃 让幼苗茁壮成长 引进了科技之后 有大大的提高我们的生产力 有30到40%左右 除了引进机器之外 农场也建设了一个温室 以水耕法栽培生菜 温室里主要采用水耕栽培系统 有营养液磨技术 深夜流技术和深水栽质 和传统土耕法比起来 水耕法让他们能更好地应付 在新加坡经营农场 所遇到的两大困难 那就是人力成本和变化多端的天气 譬如说同一块地的大小 如果用土壤的话 可能需要十个人来操作 可是如果是温室的话 就只需要两到三个人来操作 我们就比较容易控制 它生长的状态 我们也可以控制它营养的索取 农场种植了多达25种蔬菜 但主要还是以本地市场 需求量较大的绿叶蔬菜 如芥兰 线菜 小白菜等等为主 农场每年生产约1000吨的蔬菜 其中800到900吨供应给超市和餐厅 坐落于新加坡美绝月四酒店的 这家中餐馆 是农场主要的客户之一 在我们的菜单里面就有两道菜 就是蒜蓉炒豆苗和番薯叶炒三八酱 我选择国华是因为它的蔬菜是很新鲜 因为他们也可以准时运送那些蔬菜 过来给我们酒店用 假如国外的蔬菜的话 就是会比较长的时间到了新加坡 然后他们要放在菜场 然后再送过来 除了每天供货给超市和餐厅 国华也在自家菜园里 设立一个周末菜园 顾名思义 这个只在周末对外开放的小菜市 已开了十年之久 目的在于让公众前来 购买新鲜蔬菜之余 也可以顺便参观菜园 了解蔬菜的种植过程 农场在开设周末菜园之后 了解到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 也开始种植香料 至今已在温室里栽培了十多种 如罗勒和薄荷 在冠病疫情期间 由于进口食品受到限制 蔬菜市场出现严重短缺 这使得本地菜园的需求量 有所提升 不过农场却无法应付 这突如其来的庞大需求 虽然疫情有让我们的需求提高 可是我们的生产量并不能提高 因为我们的作业是属于从两三个星期 就已经定下来的 并不能短时间内提高我们的生产力 这次本地蔬菜市场的短缺问题 让农场深深了解到持续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性 即便是在疫情之前 我们也有常常探导 可以不可以用新的科技 新的播种方式 来提高我们生产力 我们主要还是想要响应政府的3030的号召 国华对未来的期许 就是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地为本地市场 提供更多新鲜的蔬菜 希望可以研发出更多有营养的菜 供应给大家